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接下来我们讲第九奖 F营销模式之技巧性对抗 刚才说了 不竞争是相对的 竞争才是绝对的 市场游戏规则就是竞争 两个字 那现在好多企业的老板 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营销人的话 营销人的话 核心问题在哪里 后来发现在竞争上 因为有了竞争对手的存在 发现我们的产品卖不掉 不好推 高成本 通路这一块 老是在徘徊不定 终端这一块 也是在什么 朴硕迷离 那市场越来越难做 经费西比了 怎么办 压力空前提升 那我今天 我们今天就谈这么一个点 直面竞争 有效竞争 技巧性竞争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个技巧性竞争究竟是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 技巧性竞争的话 我们分三个点 三个方法 第一方法 正面竞争 好多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时候 它选择了什么 是迂回的 但是真正要做正竞争 好多企业 选择的更多的选择是什么 叫正面竞争 就直接对抗 这样的话可能是来的更直接一点 当然了 准备的要非常充分 否则的话 一丝足留下千股份 这是第一 正面竞争 第二竞争是至高竞争 好多企业为什么可以一夜成名 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 大部分的企业 采用于这种方法 至高竞争 至高竞争 选择的就是行业内两头企业 或者说国内最大的企业 世界上最出名的企业 看你胆子大不大 当然了 胆子大只是一方面 你要有技巧和方法 否则的话 就等于鸡蛋碰石头 下场非常悲惨 第三个 不营销策略 这个不营销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营销最高竞争 就是不营销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能营销把握 把握市场的客户的注意力 你没有必要去考虑谁 考虑你的竞争对手的存在 还要做回自己 但这里面 不营销和它有什么区别呢 只要是我们采取一些技巧性的方法 到后来的时候 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 一定的高度 我们即便是在营销某一个点上停滞了 企业的营销行为的话 在短期内停止了 但是营销 市场营销还在循环 这个时候 你已经超越了竞争对手 已经超越竞争了 这时候的话 你的结果也是赢得了竞争 好 我们看看 技巧性竞争第一个方法 正面竞争 正面竞争的话 核心要素有两个 第一个 用我之长 比敌缩短 用我们的长处 比它的短处 用我们的优点 比它的弱点 否则的话 就强势上面来看 肯定直接对比的话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 之所以它能成为领军企业 冷头企业 持民商标 名牌企业 它的核心优势绝对非常明显 而且这个核心优势在这个时间段内 它肯定是适应了市场的需求 否则的话 这个企业不可能做这么大 它不可能在市场上 长期占有优势资源 所以它的存在 它的做大 肯定有一定的成功之处 成功点 如果说我们对抗它的成功点 无异于什么 与什么弯火自焚 飞蛾破火 这第一个就是 用我们的长处 比它的短处 找一个技巧 找一个切入口 第二个就是 和对手划清界限 让市场更容易分辨 我刚才说了 我一个人占领这么大的空间 你们一个人的话 站在一平米的空间 为什么 你们人多 一个空间里面 容纳的人一说越多 它的竞争 所分割的这个东西 每个人分割的单位 或者单位越小 竞争的话 也会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空间 有时候市场空间是稳定的 那干脆怎么办呢 我又和他划清界限 你在那边 我在这边 这个界限不是 不是竞争对手和你划的 是你给他划的 划清界限以后的话 就是让市场更容易分辨你 一下子就知道 原来你在这边 他在那边 里面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两个群体 很快就知道你了 很快就知道你了 好 就正面竞争的话 我们讲一个案子 看看七喜 如何技巧竞争 正面竞争 你看 七喜的话 这个企业 它竞争的话 是真的两个大企业 一个是可口可乐 一个是百事可乐 七喜的成名 它的成功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这个企业的话很特殊 一般企业的话 感觉到就是中模不透 为什么会这么快 为什么这么快 它实际上采取了 就是这种正面竞争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企业 采取的竞争方法是什么 和特殊的群体进行竞争 它实际上这个特殊群体是什么 是其中一个领域的什么 意见领袖 比如说 我打败你这个群体里面一个人 我就整个打败了这个群体 它实际上采取这种方法 就是单体对什么 特殊的群体 对抗特殊群体的目的 一是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占领 特殊群体以外的绝大部分市场 对抗特殊群体 然后我跟你占领以外的市场 你那个地方 我不和你竞争了 然后我跳出来 这是一 二是 快速形成两大阵营 你只要一发生对抗 两个群体立马形成了 只要是对抗 绝对是一对毛论体 毛论体一般是两个群体 市场上立马形成两大群体 两大群体立马市场对你的识别 速度也很快 立马又出来 你的品牌证明度 有可能就一页成名 这是第二 第三 短期内将弱势品牌 促成强势品牌 为什么这么说 只要以防止竞争 竞争对手如果说是反抗了 好了 这个所有的媒体 市场观众交点立马形成 它只要一反抗 对你的这个企业 也是一种炒作 你的品牌 有弱势变成强势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一出而就 就一不止一 但是好多企业误不到这一点 他认为品牌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打了二十年的话 品牌还要遥遥欲坠 干了五六十年的话 这个品牌核心还不知道在哪里 那五六十年就等于别人的一天 市场上我说了 时间不是 市场上我以为说 时间不是决定成败的无一要素 方法 方法里面是 方法有可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要素 关键看你怎么掌握方法 看七喜是怎么样对抗 第一次进攻的话 我刚才说了 是划清领域 第一次决分 1968年 他讲柠檬酸饮料 定义为非可乐饮料 而七喜是非可乐饮料的代表 第一年 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5% 很恐怖 在美国如果占了15%的市场 这个东西我可以说 在中国的企业来说不太现实 除非是一些非常 底液非常丰厚的企业 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 然后搞个立体空间覆盖 全面推进 全面终端论用 一般的话你肯定达到这个高度 但是七喜做到了 第一年市场占有率达到15% 这个15%我并不是意思说 他在非可乐饮料这个领域 他实际上也包括了什么 可乐这个饮料 整个饮料市场里面 在那15% 这是很恐怖的说字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和对手划成界限 你们是 你们是可乐 对不起 我不是可乐 我是非可乐 现在也就是 他首先告诉市场的话 饮料分两种 一种的话是可乐 一种是非可乐 非可乐里面 可乐的代表是什么 我承认你 我承认是谁 是谁 是百事和可口可乐 非可乐代表是什么呢 是我什么 是我七喜 想过没有 既然是这么划分 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他也不会反击 他为什么不会反击呢 因为你肯定他了 恰恰 他不反击 他就等于变相认同了 七喜的优点 你就是什么 他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这第一 现在我的金融对手 都不反对我 说明我这方面做的是对的 既然金融对手认同他 那好了 市场领域 市场这些消费者 在这个时候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这么认同的这个企业 所以七喜第一次进攻是成功的 就什么呢 划清界限 第一次进攻 68年 划清可乐 可口可乐和白色可乐 划清界限了 第二次 正面对抗 最对弱点 我刚才说了 以我之常 比低所短 比低所短 怎么比 1980年 七喜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威斯曼 在翻阅消费者导报的时候 看到一篇文章 美国人民关心食品当中 和咖啡因的问题 咖啡因 现在不仅是美国 世界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咖啡因对身体是有害的 它是有变相的兴奋剂 66%人希望降低含量 66%人什么概念 一个国家66%人口 很恐怖 然后 这个七喜的负责人员 就立刻去调查 可乐当中的话 这个咖啡含量 结果一调查 发现什么问题 百色可乐和可口可乐 全部超标 这个点恰恰是什么 是它的弱点 可乐的话 它的强势是什么 它的品牌 它的市场网络体系 它有它的核心配方 这都是它的优点 现在不一样了 它的弱点是什么 弱点有一个就够了 就是因为你咖啡因含量 已经超超标了 有这个弱点就已经足够了 让什么 让七喜可乐 在这个点上 发起猛烈攻击 达到一个超越 最竞争的这么一个目的 看啊 七喜立刻发生什么 无咖啡因竞争 投入了4500万美金 4500万美金 在中国的话 相当于几个亿的 这个广告费 美元 广告内容的是 你不是不愿意 让孩子喝咖啡因吗 为什么还要喝 可口可乐呢 他们是什么 喝咖啡因 咖啡因的可乐呢 给他非可乐 汽水 给七喜 就是你都不希望孩子 他特别讲到孩子 大人都无所谓 你损好一点 或者今天感觉 今天损好一点 明天损好一点 没感觉 但是一提到孩子 谁都敏感 孩子就是什么 未来的希望 如果把希望摧毁掉了 这个事谁都不可以容忍了 所以一定要保护儿疼 说咖啡因 咖啡因是超标 他没说大人喝怎么样 特别是一说到孩子 这是非常敏感 绝对 他意思就是 绝对不能让孩子 喝这个咖啡因超标 这么可能 结果的媒体全模很敏感 哎呀 一时之间内 所有的这个 80%的家庭 全部都购买什么 购买七喜 喝了七水了 就是不要再喝咖啡因了 结果市场占有率一度上扬 做到了饮料的第三名 第三名是什么 就是可乐 百色可乐 之后的第一名 那个第三名 这个第三名 让七喜 占尽了风头 实际上 投入了4500万美元的广告 一下子把这个市场占有率 从原来15% 贴到了什么 现在后来的第三名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增长率 实际上 七喜运用的市场 市场的一个对抗技巧 就是什么 正面竞争 以我之常 比例所短 第二是什么 和对手划清界限 让市场更容易分别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技巧性竞争方法 第一个 正面竞争 你看 我们最后再说这么一个结束语 对这个案例 我们再说一个结束语 两个领域代表品牌对抗 弱势品牌 要抓住自己的核心优点 快速突破 必将出救 弱势品牌 要抓住自己的核心优点 有时候核心优点 你找不到的 比如说像气息 汽水 喝着一个可乐 根本没办法比 它不是一腾类 而且它自己也分离了 我是汽水 然后我是非可乐 你是可乐 没办法吞比 没办法吞比两个事情 你根本就不存在 一己之长 比己所短 那怎么办 充分的挖掘 所以挖掘对手的弱点 是技能队 是营销上 介绍型技能队对抗的 第一步要干的工作 第一步要干的工作 首先挖掘它的什么弱点 它的弱点并不是要暴露出来的 如果我们的技能队手 把弱点暴露出来了 轮不到你去攻击它 市场已经有开始发展进攻了 所以说 从各个方面去挖掘竞争对手的弱点 这是我们做技巧型竞争的第一步 就像气息一样 发现什么 它可口可乐的 发现两热当中的咖啡因超标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发现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而结果的话 形成了一个气息的话 最大一个 最有效的武器 最有效的武器 这是第一个 正面技能 商海沉浮 经验就是财富 现身说法 传授成功之道 最优秀的企业家 最实用的实战经验 最成功的管理案例 近在时代光滑 优秀企业家课堂 我们看看第二个 自高竞争 自高竞争的话 可以让你的企业一夜成名 选择哪些企业竞争 最有实力的 最有品牌的 规模最大的 两头企业 领域企业 成名成名要500项企业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企业的话 都是在行业内 最有影响力的企业 选择和这些企业对抗 你就可以什么 一夜成名 最高竞争 首先是品牌上的竞争 品牌自高竞争的特点是 能够快速促成弱势品牌 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 敢于对抗首领品牌 这样的企业 肯定是有核心技能力的 如果你没有核心技能力 对不起 你不要给人家干 你干不过别人 你肯定是有什么 肯定是有筹码的 你肯定是 用我们市场通俗话说 你有两把刷子 没有两把刷子 你肯定不敢干 没有这个什么 金刚钻 你不敢揽这个磁吸活 你肯定是有两把刷子 第一个就是 你肯定有核心技能力的 然后市场感觉也是这样子 第二个 一般敢于主动挑战 挑战的这么一个企业 对市场的印象 是企业实力 是大于或者 至少是等于所对抗企业的 如果说你干不过他 你还给他干吗 明知道对方对手 我一拳打过去 和他打到他身上 还能贪回来打我自己 谁都不会愿意干这傻事 你既然敢干 说明这个人 肯定是什么 能干得过他 你心里面已经汹涌存足了吗 要么至少你跟他对抗的话 你们俩谁都不会失败 至少是等于他的实力 市场影响绝对是这样子 如果对抗的是产业或领域 那么你向市场展示的实力 就是他们的整合 如果说我对抗是一个群体 你的企业给市场留下的影响 你的实力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群体的整合 这个领域的 企业的群体的整合 我一个人对抗这么多企业 或者他们把他们 全部否定了 如果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相当于他们的整合 我一个人干不过这么多的人 那怎么办 然后我告诉你 你们错误了 我把你们全部否定到 同时的话来肯定我自己 让市场消费者感觉到 原来这批人做的事都是错事 只有我一个人是正确的 我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一下子就赢到竞争 你看一旦就赢到竞争了 第三 被挑战方 无论是反应还是不反应 他都是受害者 所以大企业最怕别人挑战 你看 如果是反应的过快 反应很快 今天你说了 他明天就跟进了 说明有什么问题 说明你敏感 越是敏感 越给市场留下来 留下来感觉就是 越让人怀疑 如果你这个地方确实要好的话 你为什么这么敏感 你心虚 越是心虚的企业 又会容易产生什么 产生过急的行为 你动我就动 你越动 越让人感觉到 你很敏感 然后你呢 越让人感觉到怀疑 如果你不动 刚好你就是靶子 那你就是靶子 打击过去你也不敢说话 说明你这个地方就是缺点 你动与不动都不好 刚好成为靶子 消费者只看到一个企业在舞台上表演 他的形象立马快速起来了 中国我打好多人都不敢上 就我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 消费者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完美的形象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也否定我吗 想过没有 所以说一般挑战的这个挑战企业 就是这种被挑战的这些企业 一般来说 他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他也很敏感 我们来看看这下面 怎么样做到制高竞争 制高竞争的话 有两个东西 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呢 针对产业或领域对抗 第二个呢 是单对单对抗 就是一个企业对另外一个企业 一对一对抗 一比一嘛 打内台一般都是一比一的 我们来看看下面 就是怎么样做到 针对产业对抗 第一个 针对产业或领域抵抗 我们看了 四起 内蒙古四起公司 一篇广告 怎样进了两千万 四起如何 递递设计名牌 这是什么 他这个方法是针对这个产业和领域 针对这个产业 就服装产业和领域 他在报纸上打了一篇广告 在经济日报上 打了这么一篇广告 宣战 名字就要宣战 非常醒目 所有人一看上这样 挺转 一下子就是什么 效果就出来了 供应眼球 广告宣称 腾能质量下 四起的价格要低于外国的品牌 腾能价格下 四起的质量要高于国外的品牌 欢迎在中国销售的外国品牌应战 任何有权威的机构 以及国际通行的标准 对四处国外品牌进行 进行这种比较和监测 就是所有的权威机构 你可以对我们的产品 对国际的品牌进行监测 欢迎消费者参加评判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点 你想我没有 他提出来让这些权威机构过来去监测 如果说没有消费者投诉 一般来说权威机构不会动的 这是一 第二个 你邀请权威机构来出来监测 如果没有费用 他也不会动的 我去给你监测 谁来买单 他肯定是不会动 我既然这话说出去了 他肯定不会动 只要你不 你不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冲突 你不违反一些 基本上的法律法规 基本上没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话这里面是一个 它是一个制高竞争 制高竞争的话 就是放大的品牌效应 快速占领了品牌最高点 就是他把他这个人 他把他把这个国际上 所有的这个滩行业的 这个高端品牌 一来一往打地 全部不给你打个包 放在这个地方 谁来我都不怕 他说指这个范围 这个领域很大 是国际这么一个范围 说明一下子把他的企业 这个品牌 一下子这么 风能顶了 占领最高点了 也就是说 我要去跑马圈地 但是如果你占不了山头 你怎么把地圈过来 他说山头不是你的吗 山头不是你的 他收入权不是你的 你怎么把它圈过来呢 圈过来的还是别人的 你只不过替别人的 临时保管一下 现在圈地的 就是市场圈地的 第一方法就是什么 你首先要占领山头 占领最高点 实际上 人家四企公司就这么做 自己公司就这么做 他首先占领最高点 我提出来 我认为上所有的公司 在这一块都比不上我 我是最好的 一下子最高了 不仅在国内 一下国际上最高 这是第二 第三个就是 他信息十足 越是信息十足 越给人家什么感觉 可信度非常高 那这个企业产品 肯定是没问题 否则的话 他真的就不怕 国际上这些名牌 反击他 一下把他压下圈 真是失败了 圈盘结束 什么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的话 好多这些投资方 或者是行业的 这些脸头人物 就认为这个企业 确实有点麻烦了 既然有这么好的企业 一下子通过这种方法 又把自己的品牌 知名度炒出来了 又有品牌了 那我就干脆吧 我也不跟你对着干了 咱们也合作 所以规避竞争的一种方法 和一种就是联合 就是不干了 大家在腾议战线上 共同遵守 腾议这种游戏规则 所以竞争 到后来的话 一般企业都会走向竞合 竞合 竞争性的合作 结果后来这些企业 打了2000万人民币 给他了 建了一个什么 建了一个店 而不是建了一个服装残业基地 所以四起的广告 一篇广告就进了2000万 就是通过这一篇广告 就通过这几句话 实现了2000万融资 这在国内 绝对是一个奇迹 想问没有 阿里巴巴 马云同志 马云先生 奔走相告 用了几年的时间 弄来了8000万美金 他绝对不是一天 而且像这种方法 他在报纸上登广告 一篇平面媒体的广告 时间影响力有多大 我相信的话不可能超过一个月 这种反馈绝对不可能超过一个月 输入非常短 所以这2000万人民币比上8000万 谁的价值更高 我认为恰恰是这2000万 我认为恰恰是2000万 因为你的时间短 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要素 你耗10年 跟你耗一年 绝对不是特应该年 时间是其最大的成本 世奇输到了 所以他对产业和领域对抗 在国内他是一个经理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一腿